今天是农历9月15日也是高雄市三大平普族业绩日 小林阿里关于鼎老农三的平普族人各自在聚落公谢举办业绩仪式 高雄市长陈菊参加小林业绩 他表示新政院8月提出修法让平普族恢复原住民身份 这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做法 会要求高雄市九立委全力支持 高雄市有三大平普祭典 分别在甲仙小林甲仙阿里关于六龟丁老农 故病在农历9月15信仰中心阿里组 一称翻开组生日举办业绩仪式 八八风灾土石覆盖小林村公谢 今年是无礼谱永久屋基地重建后第九次业绩 新政院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 以增列平普原住民身份族群与文化认同 迈入另一里程碑 为迎接业绩到来 各地平普族人返乡参与祭典 族人一早开始真理 公谢立项主 下午则有抓鸡与抓捉去等项目趣味竞赛 业绩晚间登场 小林大乌龙业绩地点位于无礼谱永久屋基地也是距离小林村原址最近的重建聚落居民重建信仰中心宫谢也重新学习日本人类学家前景会轮采集的平浦骨窑文化复兴一含不同于其他两处业绩晚间6点30分小林业绩一事进入最高潮高雄市长陈局与族人一起祭拜太祖 并祈求族人平安顺遂千曲千禧族人手拉手音唱鼓调脚跳四步舞等仪式灯场 陈局表示每次路过小林村就指内心都很难过 感谢族人在苦难中重新站起来 今年8月新政院提出修法 未来渴望将平浦族大吴龙族恢复未原住民身份 会全力要求高市九席立委支持 修法一定要成功 高雄市长陈局参加小林无礼谱的平浦族业绩一事 祈求太祖护佑族人记者徐白英摄影分享 小林平浦族业绩进入最高潮 族人迎唱鼓调雨迁徙 记者徐白英摄影分享 高雄市今晚有三场平浦族业绩 无礼谱是做小林业绩的复原版本 记者徐白英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